前段时间我做水果泡酒 挑酒的时候发现 不管店大店小 10家超市里酒家都卖红杏 今天咱们来到深圳 人口最密集的城中村了 那看看这瓶 让所有老板都摆上货架酒 到底有什么魅力 平时喝酒过 多一点酒 天天喝 天天喝 年轻的时候喝的多 有没有喝纯凉酒的概念 达中比较好喝 就经常买吧 是吧 看着就没了 纯凉酒我不是很懂 老哥啊 咱这天天都得喝点酒有啊 可得喝点好酒 首先您就看这个 是不是纯凉固态发酵 给你说个小窍门 你看这个啊 上面有一个小金标 这个叫纯凉固态发酵标 有它的就是优吉的纯凉好酒 这个小金标啊 就是给咱老百姓 买酒的一个保障 你看着它啊 以后你买酒就可以放心了 我记得喝 就喝四个 我也经常喝这个红杏蓝瓶啊 其实它主打的就是棉柔顺口 凉钱很浓 味也很正啊 每天少喝一点都挺舒服的 那您知这个红杏吗 我知道 我就喝这个酒平时 这个酒怎么喝 算红杏二锅都是苦饭比较好的 外面也不耕 绵柔一点 好入口啊 在深圳啊 有很多来自五顾四海的人 那大家口味不同 但是能坐在一起吃饭啊 一瓶红杏总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 它就是那种随时都能见的老朋友 刚走了几条街啊 居民楼下那种小店 货架啊都摆了它 这就是大家一直以来啊 对红杏的喜爱和认可 那同时呢 这也是红杏一直追求好品质的结果